我們大家都可以了解到一個人的這個價值觀 是可以影響他的個人的行為取向 民眾的這個價值觀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發展的走向 所以舉辦這樣一個這個教育價值的這個民意調查 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目前教育的現況 以及如何來調整我們的這個教育政策 在這裡個人是從事教育很久很久的人 我覺得有兩點很需要提出來向大家報告的 第一點就是有61.4%的民眾 受訪的民眾認為應該設法改變目前 國民中小學這種實施這種這個校內統一教材 統一教學進度還有統一的教學方法 這種應該要設法改變 不難理解因為人心是不同各種局面 個別差異那麼大要因材施教 那你怎麼都用統一的教材 統一的教學進度還有一致性的統一的這種考試的方法 那實在是不是合理的 第二呢有81.9%的受訪者 這相當高啦 81.9%將近82%的受訪民眾 他們同意台灣的教育應該大幅的改革 這改革的核心概念呢就是由升學的導向 這個知識教育轉變為這個解決問題導向的思考教育 這是令人啊這個很非常驚喜跟這個感佩的是我們的民眾 對這個教育觀念相當先進啊 完全啊這個符合世界發展的趨勢 跟上時代的腳步 為小孩子優先選擇國中的教育類型 結果有71.5%認為要重視 認為不會重視升學考試的國中 他們有71.5%呢 優先選擇重視武藝發展的國中 只有16%選擇重視升學考試的國中 對不對那這個就是 那就是我們一般社都會在批評說 但是每一個學家都在重視升學 很少在重視武藝精神發展的 為什麼會跟我們國人的價值觀有這樣的差距 這等一下我再說明 好我們再看第五題 我覺得舉兩題給大家做參考 讓孩子給考試較多老師教學的傾向 那麼有63.6%的民眾表示不喜歡選擇給考試較多的老師來教學 教他的孩子 你看我們這個家長的價值觀是不是很正確很正向 這我只是十二題舉兩題 然後上一次的 那麼今天的題目我就也舉兩題 等一下我們馮教授會給大家做詳盡的分析說明 也給大家做參考 第三題說完民眾 認為第三題 第三題說完民眾選擇大學所依據的條件是什麼 依照比例順序你看 孩子能力跟根據孩子能力跟興趣來選擇大學的有77.9% 根據未來出入這個條件只有17.4% 根據大學民生跟排名只有1.1%